字幕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今天郭大要來跟大家聊聊第一拖 2022的新款 郭大挑了四個主要款式 第一個當然是目前最熱門的Blackback Pro 那第二個款式 新增半斤材質的Blackback GMT SMG 那第三款同樣是半斤材質Blackback Chrono SMG 最後第四款不例外還是半斤的Blackback經典款 用四種尺寸推出半斤材質的表塊 好那我們先從Blackback Pro開始 它的設計上就是把古典融合現代的創意 形成一種所謂的新古典的樣式 或許各位你已經想到了 最近大家都在講 很像勞力士X Pro 2型號1655這個表塊 反正它這個復古的外型是很討喜的 那麼回到表塊本身呢 我們有兩個重點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所謂的雙時區的這個重點 它是藉由中央一根黃色的雪花針呢 來作為第二時區指針 再去搭配固定式的外圈 上面眷刻了24小時的刻度 那我想大家會聯想到跟某款勞力士很像 應該也就是這個外圈跟這個指針的配置 那的確看起來是蠻像的 實際上在現場看的時候 的確很有感覺 第二點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在面板上的立體石標 都是由陶瓷所製作的 而且你看它上面沒有圖布螢光顏料 但是它卻有能夠產生螢光 這是因為在燒製這個陶瓷的時候呢 就把螢光劑加進去了 這一點是過去 不管是在勞力士或者地墮表 上面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 我覺得很創新的做法 這樣的做法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石標的高度有0.3mm 它的立體感十足 我覺得很好看 第二個優點是 它不再有那個螢光漆的徒布 有時候會徒布不均勻啊 或有毛邊看起來完整度很高 好那第三點 覺得也採用很棒的一個尺寸 就是它是39mm的錶殼 去搭配大三針的功能 加上第二十驅還有日期窗 那內部所搭載的也是 第一座錶自製的MT5652自動散熱機心 這一系列機心 也同樣經過COS7 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 然後搭配了非磁性的細油絲 儲能長達70個小時 最後它的防水達到200mm 然後這個錶款呢 可以搭配三種錶帶 所以形容三種款式 那當然是最主力的就是 316L金剛的 這雙防骨的 鉚釘式三節的鏈帶 還可以搭配 黑色蹄蛙的織紋錶帶 還有一種皮革跟橡膠合成的錶帶 這三種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選擇做搭配 好那第二款我們要聊到的是 一樣增加半金版本的 Black Black Chrono S&G 那這個Chrono這個計時碼表呢 它在2017年發表第一代 到現在這個新版的半金款式呢 已經算第四代了 郭大我自己有買的那個第一代的版本 那個黑面的版本 它現在已經停產了 那這個第四代的半金版 並不是第一次發半金版 半金版其實過去也有 中間的差別 主要就在面盤上面 前代的半金版呢 它是用黑色當底 然後金色的計時輔助盤 今年的新版呢 把它反過來 它是用香檳色當底色 然後黑色的雙眼輔助盤 那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香檳色去配上這半金的色調 其實我在現場看我覺得 香檳色更搶眼 那端看你自己的喜好 你如果想要低調一點的話 當然黑色為底會比較低調 那你如果你希望 你是搶眼一點的 比較醒目的 香檳色當然會比較醒目一點 覺得香檳色配起來真好看 其次第二點 品牌有講就是說 這個第四代表款呢 你當然你用肉眼察覺不出來 外殼外型 線條啦 形狀上有做細微的調整 主要就是為了讓它更美觀 更優雅然後配戴上更舒適 不過待會兒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它這個很漂亮的箱形鏡面呢 在裝配的時候 有把這個溝槽呢 再往下挖深一點 那挖深一點就是可以把這個鏡面 往下一點去裝配 那這樣子有兩個優點 就是第一個 它會讓你的這個表款的厚度 略為降低一點點 那第二個 這個指針呢 離鏡面更近 獨實會更清晰 最後跟Brevet Pro一樣 這款計時碼錶呢 一樣搭配了三種錶帶 一種是 錨釘的金屬鏈帶 那這個 這地方跟前面Pro不一樣在於說 因為它是半金款 所以它的金屬鏈帶是 利用黃黑金跟金剛所組合而成的 那當然也搭配了 黑色提花的滋紋錶帶 還有深棕色的防骨皮革錶帶 第三款同樣是新增的半金材質 Brevet GMT-SMG 郭道順便提醒一下 後面的SMG其實就半金款的意思 好 那這個GMT它從 2018年首度問世以來呢 它其實就很暢銷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外面用來指示GMT的表圈呢 是擺飾圈 也就是藍色跟紅色搭配的表圈 時隔四年以後 終於新增了 SMG半金的版本 那半金版本 各位可以發現到 它的表圈也很不錯 很特別 也就是俗稱的沙式圈 就是利用棕色搭配黑色 然後陽極氧化鋁質的 雙向旋轉表圈 這個沙式色我相信大家也是很喜歡 搭配中央的雪花指針呢 可以做第二地 第二時區的指示 那我相信這個表圈推出以後 一樣應該也會很熱 這款GMT的沙式圈 一樣搭配了三種表帶 黃黑金搭配金剛所組成的 錨丁帶 那第二個黑色的提花指紋表帶 深中色的防骨皮革表帶 三種款式 那最後第四款一樣是半金的大軍 這個是Black Bear經典款 它有四種尺寸 全部推出半金款 這四種尺寸分別是 31mm 36mm 39mm 41mm 那其中 31跟39是新增的 過去沒有的 尺寸越多就是 越方便各位去依據你自己手腕的大小 去選擇適合你自己的款式 跟這個鏈帶的長度 那除了這個尺寸以外呢 跟過去的Black Bear經典款的差別在於 在殼型 線條上面也經過微調 目的是為了讓你配戴更舒服 那外型更優雅 更美觀 好看 第三個要點 這表盤四種顏色可以選擇 有黑色 碳黑色 銀色 還有香檳色 這四種 你還可以選擇有鑽石石標的款式 如果你希望更華麗一點 那表圈一樣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選擇光華平面的 也可以選擇相鑽的表圈 再來一點就是 這些半斤錶款呢 全部搭載新型的五鏈結表帶 那這個表帶 除了說 它是半斤的結構 然後呢 有五個鏈結這樣一個 很時尚的表現以外呢 它還附帶了一個所謂的 Tifit 地鐵研發的 可以很輕鬆調節 練在長短的一個裝置 這個每一格呢 你調節每一格呢 有兩mm 那最多可以調節四格 也就是總長度可以調節到 八mm的一個繩縮 最厲害的是 不過它剛剛講的這四種尺寸 全系列的半斤錶款 全部都搭載地鐵自製的 自動商量機心 那我們分別來看 31mm呢 所搭載的是MT5201的自動機心 36mm呢 搭載的是MT5400 那39mm呢 搭載的是MT5602 最大的41mm呢 搭載的是MT5601的自動商量機心 那這些機心除了 最小尺寸的31mm 所搭載的那個5201 這個5201 只有它是儲能50個小時 其他 那三種尺寸 全部都有長達70個小時的儲能 而且這四款 四個錶款呢 全部都是經過天文台COSC 官方認證的錶款 然後都有搭配了矽油絲的材質 整個都是高規格的一個內在的心臟 好 那麼以上的報告到此 歡迎任何問題 以下留言我們下次見 掰掰